雷氏照明公布,鉴于前首席执行官吴长江持续不合理且没有法律依据的拒绝服从董事会先前的决议 董事会决定暂停位于重庆的雷氏照明的运作,并且在公司的惠州办公室建立临时总部 雷氏照明指出,采取该行动目的是为了保证公司有效持续的运转 并且维护公司股东、员工、经销商和供销商的利益 而由董事长王东雷等组成的紧急事务处理委员会已经获授权行使相应的职权,该股继续停牌